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标签式的这种语言 我真想跟他来比一下体力 我比一下胸围 这个我们待会可以来讨论 但因为今天全球都在关注的就是恶物的议题 我昨天整个晚上一直在看CNN BBC 然后各企业的财报等等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西方观点还是比较占多数 我们想要一起来纵观一下这次事件的发展 首先我想看看比方说今天早报自由时报好了 二入侵乌克兰美欧严厉制裁 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就在想 到底什么叫做严厉制裁 因为一开始我们大家记忆犹新 美国撤军 然后叫所有的这个美国民众 乔敏通通离开 的时候当时这个乌克兰的总统就很紧张 他说你这样是把我们抛弃了 你这样子等于让对手完全没有疑虑 不怕了 然后就过来 而且但是拜登当时讲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真的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的话 他会以最果断的手法 最有效的方法来反制 结果有效方法是什么呢 比方说在银行或账户上相关人的一些限制 冻结或者是企业去投资 好然后呢 然后再来就是请我会跟他的太太 一起为乌克兰祈祷 所以就很多人在说 难道你最果断的的手法 或自由时报说严厉的制裁 就是就是祈祷吗 那实质上那很多人还跑去网友 我们台湾网友很有趣 跑去AIT留言说 刚快出兵去帮助乌克兰 可是还不济集 尤其是经济的制裁还不济集 那全球各国的元首都去谴责 可是现在这个状况 难道美国最严厉的制裁就是这样了吗 好像就只能这样子 我觉得这一次最重要的关键 是看美国的态度 如果美国只能经济制裁 外交制裁 对不起 这件事情就是俄罗斯决定了一切 那顶多有一个人会出来帮忙调停 就是中国大陆 那如果美国态度就是 仅止于此的话 那我相信下一步 为什么大家都在讨论台湾 因为有太多雷同的那种状况在里面 那如果俄罗斯这一次能够只取乌克兰 然后予取予求 那我觉得台湾 你就不能活在一个虚拟的网路事件里面 刚刚你提到的这些 我很感慨的原因是 乌克兰总统的这些呼吁 比较像是在电玩事件里面 你在玩那个电竞游戏 电竞游戏是结束了 可以重新再来过 可是实际的战争 是打完了 它是很惨烈的牺牲 是人命的付出 然后最后它的事实是不可以 案件重新来过的 所以我觉得台湾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一定要 要认真的去看待它 我们不是说今天讲这句话 你是不是就站在对岸 你又是要来恐吓台湾人民 我觉得今天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媒体 把乌克兰跟台湾做相同的连接 这不是国民党喊出来 不是蓝军喊出来 这是全世界在看 俄罗斯怎么处理乌克兰 就会影响到下一次 中共怎么面对台湾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两行问题 一定要有一个缓冲的空间在 如果没有处理好 那你不要寄望美国 他会对台湾会有什么样的实际动作 所以我一直强调说这件事情 美国的态度会决定 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 最后怎么样的去收尾 没有这个事情 你说不是台湾网友 不是谁对他入座 就是美国包括了学者 还有推特上了全球热搜第二名 好好笑 乌俄开打 第一个热搜当然是乌俄战士 第二个第二名是谁 居然是台湾成了推推特上面 要热搜的第二名 为什么 就是大家都想 哇下一个危险的 恐怕是台湾啊 所以大家在看美国这个态度的时候 才会觉得关键 如果他对乌克兰的所谓最严厉的制裁 最果断的手法 就是祈祷跟一些经济上的手段 当然G7的会议会不会有些进一步的措施 因为他的能源上也不敢太强势 因为他还是掌控了全球的俄罗斯能源的这个主要的关键 他对这一块又不敢太过强势 但是呢 这个态度我就被看到有一些人在分析 就是说 他说为乌克兰祈祷这个态度 就好像蔡英文当时反送中公开的说 对于香港的反送中的事情 关心 但是不介入 是不是很像 我们会不会今天又被抹红了 不会不会啊 因为为什么要讲说乌克兰跟台湾很像 你如果去看俄罗斯普丁对于乌克兰的讲话 在他入侵之前 就很像是中共对台湾讲的话 他讲说乌克兰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然后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 长期就是一个血脉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后他今天只是找一个借口 不管是去除掉他的纳粹化 去除掉他的军事化 他就是为了一个违和 所以他今天讲我不是要入侵乌克兰 我今天是要维稳 对 他不是inversion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你变成你西方国家 你能用什么态度来讲他 因为他已经讲明他的立场 就是说这是我内部的事情 乌克兰跟我俄罗斯是我们内部的事情 这是我们同一个血脉 同一个文化 我们自己的事情 而且乌克兰本来我就不承认 他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所以你讲这些话的时候 大家要去想对岸对台湾 是不是都是相同的说法的时候 万一有一天他也用相同的理由 比照俄罗斯去维持这个乌克兰的和平 他说要来维持台湾的和平 因为台湾有外力的介入 讲得很明白吗 说你看 有美国售军事武器给台湾 所有本来是对台湾加强防卫的 最后可以被解释为 这是外国势力的军事干预 所以他要进来 所以我觉得台湾不能小看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不能当做1996年 那个台海危机 我觉得很多网友对那个事情来讲 很多人喊断没出声 都还是纸上谈兵的阶段 对那时候我在做台北示意 我们还特别飞到马祖去落军 你知道那个整个感觉是非常的 速杀非常的 让他感觉到有一种压迫感存在 可是台湾竟然有人 租船要去看那个飞弹的着落点 你知道吗 外界都无法想象 台湾人怎么那么大样的淡定 台湾的淡定有时候让外界觉得 台湾到底你们有没有去准备好 面临未来 可能 最严峻的状况 那我这次想说1996我们平安度过 但接下来乌克兰之后 台湾怎么样面对新的情势 大家真的要神神自告 我们没有任何要恐吓 但是我觉得台湾 今天已经被端上了全世界 比北韩的危机还要更严肃的时候 大家就要看待说 这不是我们自己看自己 是全世界看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的去面对它 就是国际专家都替台湾担心 而我们的国家的国安会 当然也已经启动了所有军备的备战 这也是已经在启动当中 是必须要因应的措施之一 其实大家就很观察 因为如果说美国是把军队 继续留在乌克兰境内 结局会不一样吗 那或者是真的欧洲国家除了祈祷之外 或者是经济的制裁 这些比较没有那么直接断然的手段的时候 也有一些除了卖军备给他 然后美国是大量提供军备 但是并没有给他武力的时候 跟我们台湾因为很像 当然会拿来的相提并论说 他却没有实际的军力去协助 跟维护的时候 打过去就看着不断的摧毁他的军事设备 那不断的部队禁逼 那加上白俄罗斯的惨战 就是蚕食性的各地开始进入 这个他的境内 那就是双手一摊 无能为力 那你要怎么办 那你看美国过去长期介入了 不管是从更早期的1960年代的越南 到最近的阿富汗的棄手 他在那边可以待了将近10年20年的时间 说撤就撤 然后他只要一句话说 这个地方已经恢复他原有的这个和平秩序 所以要交给当地的自己人来管理自己 最后结果他一撤手 你就看到吗 就整个国家就混乱掉了 所以不管他有没有派兵 或者是受武器 美国这几年的态度让大家觉得 你必须要担心 真的啊 因为美国都是以自己的利益 从阿富汗到现在乌克兰 对 那你真的不能够寄望 只有美国的态度 那我看到有民进党的委员讲说 乌克兰这场战争 很重要的关键 决定于人民的反抗意志 那我我也在看 那如果反抗不成功的时候 那我觉得台湾人民 你自己比照乌克兰的情势的时候 你自己有没有想好 你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我们只要看当俄罗斯要准备 要来入侵这个乌克兰之前的时候 乌克兰第一个动作 就是要把所有的后备军人 全部招募起来 那台湾现在 你已经是在后备阶段的 不是在现役阶段的 如果今天台湾讲为了两岸的情势 今天所有的后备军人 必须要做准备的时候 那你自己有没有想好 我可能要做一些牺牲了 因为要反抗一致 当然是有全云皆兵啊 其实我们都已经退役了 但是为了保护台湾 我们还是要上去上战场啊 可是每一个人从现役备役到我们退役的人 你有没有准备好那个反抗意志 那既然民进党委员讲说看乌克兰 那我们就看乌克兰 那最后你再回想台湾 那你决定要为两岸做什么 我坦白讲说 我们今天讲这句话 不是要唱吹自己 而是说 当谈两岸和平的人 并没有讲要跟大陆说 我要去舔共 我要去投降 而是希望两岸之间 有一个很好的和平对话 不要有任何的插枪 走后很多的误会出现 让他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残局 你不要讲说 因为我们有护国神 在全世界都在看我们 没有了 全世界市场是很现实的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 台湾从乌克兰里面 要有很多的启发跟启示 那么两岸的和平 不要当有人提这个概念的时候 就认为这些人是要反中 就是不反中 是要卖台的人 那我觉得两岸对话 和平的去往来 才是不要避免台湾落入 其他的悲剧的开始 没有其实只避免战事 其实是领导人的责任的 基本上世界各国 没有人希望战争 那自己的人命的丧失 当然我们看到馆长 也在直播上说 到时候如果战争 我一定再上战场 我们就拿人命来换 有多少的人命 可以来得及换 而且我们关键看到 乌克兰的总统 这次也被检验 他是一位喜剧演员 不是歧视喜剧演员 但是他这一次 在战争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比方说在对于北约 加不加入 影响了战事 开启的可不可能的 决战点的时候 他其实完全不退 让人坚持这个底线 那包括了这个美乌 美俄如果要上谈判桌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关乌克兰总统 自己的态度的时候 就觉得他在 避免战事 开启这个关键点上 他扮演了不但不是一个 指法 让他停止的这个法 安全法 他反而是 更启动 更激怒的这个角色 就是因为这样 会让我们担心 这也变成跟台湾一样 我们大家都希望和平 而且最有趣的是 这个战争形态的改变嘛 现在在除了实体的战争啊 炮击啊 这个武器之外 网路 第一时间也看到了一些新闻的报道 我特别昨天 是在看CNN BBC的时候 就是网路包括官网 还有银行端 全部被一滴时间被封锁 那当然后来 重新开启了之后 大家就在观察 就很有意思 怎么我在PTT上看到的 湘民的爆料 就看到很有意思 可是后来去查了 的确乌克兰在Twitter 有这样的推文 他是官网 官方的Twitter上面 居然推说 请大家去tag 俄罗斯 告诉他们 你在想什么 还在做 网路社群的那种 小编好认真 都已经打起来了 就是说 大家都还在处于言论战 或网路侧异战吗 还在 还要创造舆情吗 他舆论都已经很清楚了 飞弹已经飞过来 已经炸毁了 他的军事设施 已经有人民在上升 然后民众一直往外逃了 然后他们还在想办法 Twitter上面 叫大家民众做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 强悍的回忌 我们在Twitter上面 标注Russia 这怎么回事啊 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网路世界 产生的一个虚拟幻境 再加上 这个领导人本身 又是 高度的这个 表演性格的时候 他觉得要带起全民的士气 就像我讲说 有人讲说 决定你反抗的意志 我赞成 但在现代的战争里面 有点不一样 因为 我们现在周遭的生活里面 网路是我们最基础 最基础的建设 那如果我现在两军 要对次的时候 他第一个就是 先瘫痪你的网路 第二个 他就攻击你的军事设施 那最后的结果 就是你自己 你有多强的意志 要去抵抗这个入侵 所以最好就是 你所有的作为 是在战争发生之前 只战才是 最高的一个境界 而不是 当两军对峙 真正打起来的时候 那你说 你大欺小 战争没有大欺小 他要在最短的时间 最精准的方式 结束这个战争 用最少的伤亡 所以我觉得 今天美国如果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太多出来的话 还是仅止于经济跟外交 那我觉得这场战争很简单 就是俄罗斯 把局定了以后 那中国出来调停两边 就是美国跟俄罗斯 然后希望恢复一个新的秩序 但这个秩序 是已经是俄罗斯掌控的 乌克兰的新秩序 不是别人可以讲的秩序 那你在这些去看 台湾有很多人 当时在援助香港的时候 那你看得到很清楚 那个中共对于香港 他认为我禁香港 是要维持香港的和平秩序 香港是我的领土的一部分 其他国家 你们再怎么样经济制裁 外交制裁我 那您看到在2000年那时候 中共对于香港 所采取的高压的那个手法 那不管香港人民 怎么样去抗争 但是香港现在结果就是 西方国家好像当成 香港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这才是我觉得说 台湾人民你必须要警醒的 国际政治是很现实的 中国跟俄罗斯 已经不是习日的中国和俄罗斯 有一段时间 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 是被大家看成 他只是一个中度的强国而已 那中国那时候也还没有崛起 可是现在整个世界已经变化了 所以有一次跟一个好朋友 在聊天的时候 他说现在全世界的这个政治 就四个国家在上座打麻将 一个就是美国 一个俄罗斯 一个中国 再加上勉强一个欧盟 那其他人只能看 那个风向怎么走 所以今天 不管乌克兰的民众 你有再高度的意志 这几个强权决定了未来 所以如果今天俄罗斯把局势定了 那乌克兰的命运 就是决定于强权当中 最后你要给予 乌克兰多大的一个自治权力 这是一个国际政治现实 我自己是政治技术 所以后来又是念路研索的人 我只能讲说 国际政治比国内政治更加的悲哀 国内政治可以自己喊一喊 只有网军打一打 国际政治是 非常的现实 很现实 你小大就真的吃你小 没有所谓民主政治 国际政治里面 没有所谓属人头大一体 打破人头 国异的能力 筹码有多少才是关键 所以大家真的要认清自己的事实 我当然想问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趋势上会怎么发展 我看到所有的投顾 比较是财经面的分析报告 大概都是以战逼合的角度 就是边打边谈 也就是 不是以战逼合 我跟你讲 叫数战数决 也对了 以战逼合是 我们是 已经打了 打了 打了 打了之后 那不叫以战 已经战了 已经战了 所谓的合是说 边打边谈 边上谈判桌 然后美国在介入的角色 已经是一个新局面 但是这个新局面 是比较相对俄罗斯要 而中国大陆呢 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他的关键在哪里 他现在还是 他没有愿意承认 inversion这个词哦 那他是不是有可能 在接下来停止 战争最后的 这个关键的时候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用力 你大陆研究所啊 陆研究所 丹大陆研究所 对啊 我专门去考 丹大陆研究所 要问我说 为什么不念 战拉国发所 我说战拉路研究所 教的比较好 真的啊 我看到大家那个 不知道 我看到拜登 当国际地标 都在点 点灯啊 会祈祷啊 美国不敢战 美国不敢战 然后看到那个外媒上面 在驻乌克兰的记者啊 他们大概都是都 把他讲成一个evil 就是一个邪恶入侵啊 然后呢 然后大家就只能报导这种状况了 然后美方也就是 就是视财跟谴责 对 因为他很快就把局势稳住了 很快 因为他那个很快 我已经看到有新闻说 他已经进入基辅机场了都有了 机场 对 然后这个轰炸的那么快 军事基地 他锁定特定的 嗯 呃 军事基地 然后重要的呃 这个跟网络相关的基础设施 嗯 他基本上他不会去呃 直接去公民宅 因为他还要对未来做这个呃 对啊 他说他不是要伤害平民 气质王小姐 浅秋 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 欢迎回来 中小宣网 千秋万事 我是浅秋 今天邀请到的是 前立委 陈学胜委员 大家好 呃 我昨天在路上走的时候 碰到 认识的邻居朋友 因为我们在 路上 就被 认出来吃个饭什么的时候 大家都问了说 怎么办怎么办 所以台湾会 会怎么办 会不会有这个状况 真的不是只是民众担忧而已 现在最新还有包括 华府智库的学者 舒曼也刊文表示 哦 像这个俄乌的战事 预测 接下来民主联盟 是处于劣势的 在这个所谓的 禁和的关系里面 哦 普丁是很 很策略 很强悍的 就是硬杆了 那但是呢 台湾台海战事 升高的几率 是几率很高 这个是美方很多的 包括我们为什么 上推特热 收第二名 这个是变成一个 很热门 被往 趋势研判 那个关键 但是呢 到底 像比方说 在我看新闻 美国的相关的报道里面 都在关注说 那中国会不会参战 会不会协助 俄罗斯的这场战事 还是他会另起战断 那刚刚委员说 其实中国说不定 如果真的调停 要结束这场战争的时候 如果中国扮演角色的话 那就更让 变成他是下一个世纪里面 这重要强权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因为看起来这个战争 就是数战数决 所以俄罗斯只是 要把这个 他已经造成的事实 怎么样跟国际做个交代 那这时候需要一个中间者 那中国就在这里面 办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你不能够忽视 这时候中共 你们觉得说 中国这时候态度很尴尬 那是从台湾角度去看 我倒觉得中国这时候的态度 反而是比较像是 我未来已经准备好我的角色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那个麻将桌上面 中国的角色 你不能够忽略 但中国跟 你说韩国语局 那个例子 对对对 我怕人家讲韩国语 就就就 你看他讲的话 又是有什么 这个对台湾 就是一个博弈啊 博弈 这本来就是一个现实的博弈 他本身也是 跟念大陆相关的东亚研究所 我们本来就 就是研究这一块的人 那美国跟中国 基本上在国际态度上面 他们是在一起的 那美国是跟欧盟 西方国家在一起 但是欧盟比较 混散的一个组织 那美国态度会决定一切 但你看得出来 当这个俄罗斯要不要 入侵乌克兰 在冬季奥运结束前 大家都已经预测了 就说一定在冬季 美国的剧本里头 对 这个剧本都有了 那为什么美国态度是这样子 我觉得 这才是我最忧心的事情 一个大家都预测 冬奥结束之后 俄罗斯会有动作 结果美国态度是 我们一起来祈祷 一起来谴责 如果态度只有这样子 对不起 两岸之间不会发生在现在 但是这一次的 俄罗斯的行动 绝对会给中国很多的启发 那中国领导人 必须要面对很多 国内的民众 万一他们认为台湾 也像是另外一个分立主义 非常苍盛的地方的时候 必须要赶快解决 那他们认为说乌克兰 就是一个很好的启发的时候 万一乌克兰 被入侵之后 就变成俄罗斯的中间的一部分了 但是也给他 美国妥协了 美国妥协了 G7妥协了 对 那最后他就说 那世界就这样子嘛 那你们怕什么 所以我觉得今天 台湾不会现在发生 但是未来 一定会被启发 所以我们一定要防范 不要变成乌克兰 而不是自己在做那个梦 然后让大家陶醉 而是要很务实的看 在乌克兰之后的台湾 我们应该怎么样 面对美国跟中国 两大强权之一 如果美国没有办法 实际的承诺 用实际的行动 来支持台湾的时候 我们面对对岸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 好好的 一个重新的对话 不要插枪走火 步入乌克兰的下一步 我觉得这是国家领导人 必须要思考的 那站在反对党的立场 我们只能督促 我们的政府说 你要做好 所有的18套剧本 其实李登辉当年1996年 你再怎么去说李登辉 可李登辉对国际局势的判断 是非常精准的 但目前我觉得我们是 被陶醉在一个氛围里面 觉得台湾绝对不会有发生 所有国际的 我们认为不可能发生事情 但是今天美国态度 如果对乌克兰就是这样的话 那台湾人民真的心里要有准备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 好吧 装心自强 处变不惊 面对未来 如果你评估 最有可能的发展的 当然大家都在推估可能的剧本 到时候 你提了一个最可能的方向 也是更符合 现在所有的什么投股企业 相关的分析报告 就是打完了 还是俄罗斯说了算 对 达到一个阶段 做完了 他想要得到的所有的资源 跟所谓的 违和 因为昨天看到 中国大陆的这个 包括外交部 还有相关官方 出来回答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对inversion invet 这种侵略的形容词 还有这种定义 他们是不愿意认定的 那像这种态度跟标准 其实 就会是对于台湾的标准 对对对 他也不承认自己是军事行动 他只是一个维持和平的一个动作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觉得台湾真的要认真去尸首 我觉得国内政治 你酸我我酸 你说实在 那是网军 也还好 政治人物也都 骗你灵伤 也都还好 单单都只是一个 外貌 没有伤到你的真实生活 但是战争是很可怕的 那台湾已经远离战争 很久很久了 太多人无法想象战争的残酷 那你看乌克兰 他在乌东地区 还长期以来都还是有战事发生 所以他们还会接触到一些真实的战争面 台湾根本都没有 真正有经验上过战场的人 现在都已经离开 对对对 所以台湾真的有对战争 有真实印象的人不多 所以对战争的想象也真的很有限 我再次强调 他不是玩电玩 这个输了就game over重新来过 不是 他不能重启 一切就是不能回复 所以事前的防范 只割为武 就是能够不启动战争 才是武最高的一个境界 这是我一直在讲 所以以大事小要以人 但你不能求他 但以小事大 我们自己就要用智 我一直强调这一点 但是不要说 谈到用智慧来谈这个事情的时候 谈现实面 就被人讲 你拨国 拨大家自己的冷水 你让大家失去斗志 你再让大家 没有那种战斗意志 不是 我们只是点出战争的现实 点出实际该走的路 不是说战争跟投降中间 没有中间的路 一定有中间的路 这就是大家一起要求的 所以不要把 要追寻和平的人 就当成你是降共舔共的人 我觉得台湾先恢复到一个 比较务实讨论的面 是我觉得 我们可以从乌克兰 这场战争里面 得到一些启发的 那之前韩谦说 战争没有赢家 和平没有输家 可是像这次战争 我觉得美国可能会是 当然长期来说就很难说 但是可能会是赢家 因为他还是有 能源天然气取代性的问题 换他来卖 那或者是说 在国际博弈的战役里 他得到更多的 谈判的筹码跟资源 这个就是国家利益 那国内的选战的议题 民调上可以获得 比较好的拉台 可是像台湾海就不一样 所以大家关注乌克兰 真的是 好多好熟悉的词汇跟用语 我每次听到 这个在俄罗斯官方 我发表了言论的时候 我从来觉得好熟 台湾也一样 而如果台湾处在不停的挑衅 或者是在不停的对立的 仇恨的情况之下 那这次美国的态度如何 也就是下一套台湾的剧本了 还有中国的角色 如果中国在里面 扮演很重要的关键角色的时候 那中国也会从里面 得到一个启发 那如果他能够 办一个调和角色 有一天他自己 对 让这港战是终止吗 你的意思是 对 我一直认为这个情势的发展 就是数战数决 然后接下来就说 怎么样收拾善后 然后中国在里面 让美国有面子 然后让俄罗斯有理子 然后最后你会发现 俄罗斯的实际的掌控者 是乌克兰的实际掌控者 但是他会部分撤军 但是乌东地区两个 就独立了 成了两个国家 你看那两个国家 人口也不多 大概比新北市还少一点 你看看 那他就让他独立啊 然后其他乌克兰 大部分地区 就会像白俄罗斯一样 就听命于俄罗斯 那我觉得那个 国际政治就这么现实 都已经讲好了 那上面几个人打牌打完了 我们底下的 你只好跟着走 听话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战争不会拖久 但是国际的现实是 乌克兰不再是 习近乌克兰了 它是俄罗斯 复义底下的乌克兰了 再也回不来了 这话题我们最后一个讨论 因为有些朋友质疑啊 他说哎呀 之前我们节目还嘲笑过 会开战说的人都被洗脑了 没有 那是因为当时美国官方 所公布的所有的剧本 跟资料很具体嘛 时间啊等等的 那在每一个 他所公布的时间里 都没有发生嘛 那大家就会认为 是美国运用这些资源 跟资讯 来做自己国内的政治 操作跟手法呀 那舆情的控制啊 那事实上 他所公布的时间没有发生 但这个推迟里面发现 要上谈判桌之前 他开给 我觉得那个就是说 谈判的原则嘛 开给俄罗斯条件的前提 上不了谈判桌 人家正在谈判的前夕 就开战了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 情势的判断 或许是美方的误判 或许是在这个情势 大家发展里面 可 无法预测的部分 就他的这个 狂人政治的一个手法 其实我们没有谁 敢去预测 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不会怎么样 但是这个发展 就是一个可被警戒 或拿来当作 非常重要的参考 台湾台海之间危机 要一个非常谨慎的 一个警戒的标准了 为什么需要有参谋 参谋就像里等会讲 我有18套剧本 因为我要因应不同的状况 所以你也不能讲说 美国误判 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也是他的这个方案之一 但问题是说 那你的对峙是什么 那对峙也有很多 从最极限的实际武力参与 到经济外交制裁 都有各种方式 但只是说 最后还是决定于 那个领导人 你的最后意志 是要选择什么 那我才强调说 当美国做了这个选择之后 大家也会再看 那一开始我们讲 美国态度是非常关键的 那如果今天俄罗斯已经 普丁就已经决定好 我就是要进去 那拜登来讲就是 就是不要发生战争 这个量 一来一往之间就差很多了 所以结局会变成这样子 那本来就剧本上面 大家选择的 最终态度是不一样 所以你不能说 美国没有研判 绝对有研判 只是最后你想用什么方式 解决掉乌克兰问题 也许他认为说 他已经不可挽回了 所以我就尽量减少 那个军事上面的冲突 跟牺牲 也许美国都已经研判好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只是乌克兰的人不了解 但他也许乌克兰 他也觉得说 最终就是减少真正的伤亡 然后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以后再说嘛 你看从香港 像缅甸泰国 我看过很多的国家 不管是外力的入侵 或是国内军事政治的统治 他在很短时间之内 他做完他的这个 违和的或维稳的处理完以后 西方国家再怎么叫嚣 改变不了那个 就像缅甸 已经定了 你看缅甸也定了 你怎么样呢 是 那美国在那边叫嚣 你改变不了缅甸 而且接下来是 美国要跟缅甸去谈 我们怎么重启 对 要认同谁 或者是 对 那时候那些 在街上抗争的人 他会觉得 那你美国怎么这样抛弃我们 对不起 这是国际政治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 我们学国际政治的人 会觉得很悲哀 但是这就是一个政治现实面 那你要在这个国际列强 他们在博弈的当中 你找到最 自己最有力的 你不要莫名其妙 成为别人的棋子 然后被牺牲掉以后 你什么都不是 所以你也不要讲说 那个之前 川普对我们很好 川普只把我们当成 那个笔尖上面 那个会刺人的 那个钢猪 那个刺刺而已 他只要你去刺人家 他也没讲说 那那个钢猪万一掉了以后 怎么办呢 他没有关系 你只是做那个作为而已 所以在强权政治底下 台湾要如何自处 还讲以小事大 我们只要用智 那真的不能跟人家动气 动气对我们没有力 没有人希望战争 而且小国根本没有战争的 这个本钱 你只有有的就是你的智慧 好我们谈了好多 可是今天其实真的请委员来 是要谈桃园的选战 有时候又突然觉得 如果国际这些大局 一旦真的影响了全球 很关键 比方两岸 如果真的发生了状况的时候 这些选举还要选吗 没有突然觉得选举很冷 你知道吗 我突然觉得 我突然觉得谈自己的选举 觉得好小好小好小 如果台湾都没有了 你谈选举做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今天要珍惜台湾的民主 那民主来自于 我们怎么样维持台湾的安全 那这一点是要大家 集各位的智慧 有一个安全的台湾 民主的台湾 我们才有谈选举的那个 那个乐趣吧 不然谈选举就觉得 什么都没有 覆巢之下无完软嘛 是比方说这个喜剧演员总统 也是由人民所选出来的 但在这次战事当中 被世界的 包括今天各界的评论里面 都认为好像是看破手脚了 原来他是这么无能的 面对战争 那对于人民在被 战争侵害的时候 却做不出什么手法 还在推特上面继续 或者是在 这个是呼吁里面 只是一些口号上的呼吁 不停的开记者会 或者是做这些宣誓 到底意义在哪里 那台湾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 他也是民选的一个 有啊 苏正通今天也要到行政院 到立法院来备选了 今天开议 我可以猜他讲什么了 我们国安基金都做好准备了 请全民不要惊慌了 我们会做好最万全的准备 那我们不挑衅对方 但是我们会我们少把他准备好了 对对对 他那个讲话一套 我都知道 但那个是属于口头的部分 真正实际的面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对不好意思 我们还是得再进广告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哎呀 用力是透 没没没没 很开心 聊这很开心 谢谢小李 江桑 还有欧文 舆论战赢了意义不大 真的这个时候谁 好像平常哦 在选举里面舆论战赢了 网空军战赢了就赢了 像你的一个蛋就被恭喜了几天 哇13天到今天还有五天了 对然后 他舍不得一直逃胜 所以可能过去这个呃 乌克兰也是这样赢得选举的 所以总统也是这样赢得选举的 所以现在在打这一轮团 已经意义不大了 真的拳头一打过来 是实打实的 我看到有网红他就在他的那个车子里面直播 叫美国赶快派兵来啊 嗯嗯嗯 不是网红喊一喊美国就来了 哈哈真的我问很 他们还都上AIT的网页去留言啊 对对啊 嗯 嗯 好吧 回来谈谈国内吧 没有错在世界大变局前面前选举没有意义 嗯 欢迎回来中央宣网千秋万事 我是浅秋 今天邀请的是前立委陈学生委员 补充一下 那柯智恩跟我讲说你要再加一个头衔 你现在是智库教文组的召集 是是是 往智库打打知名度 因为现在柯智恩接那个执行长 然后我现在就接那个教文组 因为长期在教育文化界嘛 所以我也觉得国民党应该在智库上面 多发点力量 想一些比较长远的事情 因为作为一个在野党 你就是希望国家能够更好 然后希望你推出更好的政策 让人民来接受 这个政党人体就有意义在 所以我们也不是希望有政治恶斗 但是选举有时候是很残酷的 你看我讲那个蛋的事情 那个蛋 这不是我讲的 是蛋商 就是我帮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在委员前几天 在脸书上po了一个文说 一个空的架子 上面照片是空的 对 还是买不到蛋 结果呢 就被做成了各式各样的新闻 网军大局的去辱骂他 就说 上面还愈合 上面还愈合 我看着赵燕放大看 半天我是没看到 就是说他在说谎 那绿媒也做了很多新闻 然后就甚至一个超级很凶 真的穿低胸 低到快肚脊的网红 就跳出来攻击说 这个叫做人品的问题 买不到蛋 是人品的问题 对 然后说 甚至有一些彻翼 开始说这是什么 老人 丢脸 丢脸的老人 等等 哇这形容词这个标签 是真的是非常可怕 从您上一次的选举 桃园的选举到现在 就是如果年轻人歧视老人 就是什么歧视 就是你家里没有长辈吗 你家里没有父母吗 你没有学校老师跟教授吗 这些人的学士学养 人生经验比你丰富的时候 你会这样歧视你们家的长辈吗 可是他们现在这些出生的 侧翼网红 用的方法就是这种标签 事实上我们60上下 这一代的人是成先起后 我们的长辈像我妈妈 今年94岁 我们会承担到老一辈 他们从来 我们人生没有经历过的老的 那个阶段 因为以前长辈大概六七十岁 大概就离开人世 现在长辈会回到90岁 人生会有很多的变化 生活中会有很多的变化 但有人还有下面的一代 要你去照顾他 但我们中间这一代是经历过战后 起来的 然后我们有走过苦 但是我们也看到台湾的繁荣 也看到台湾从繁荣又往下走 所以我们很珍惜 现在所有的一切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说实在 你说我们老 我们还扛两代的那种压力 有的人像我妹妹还扛到孙子这一代 还扛了四代 你知道那种压力 是一般人不能讲的 所以我觉得说网红 你在拴别人的时候 后来我就给我也去给他留言 我说希望有一天你能够参透 承住坏空 佛法讲的话 就说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子 但你在你每个阶段 你要善尽你自己的责任 所以我也觉得说 网友 那种栓言栓语 我看一看我就笑一笑 因为我讲的只是一个事实 我为什么会被骂 我也被骂 我自己也承认说 我拍的时候 我没有这个深蹲 没有弯腰少看了一盒 真的有一盒啊 我没看到 我也没看到 是因为他们把那个圈出来 所以有一些人在笑我 说你都没有看到 那我就笑笑就过了 但我后来讲说 也许我叔父没有看到那一盒 但是你可能 没有看到是蛋架上面 那些空空的 没有的那个蛋 就是说我们看到是不一样 你看到是那个没有的 我没有看到那一盒 但我说的是 你没有看到那一整片 空空的架子 那照蛋商来讲的话 农委会来讲 我们一天大概缺 200万到300万粒的这个蛋 那如果你不缺蛋 为什么要从澳洲日本 进口蛋进来 就表示台湾有蛋的这个缺的需求 那如果再往前推 那个朱立文到南下去跟基农去对话的时候 他说这个事情大概在两个多月前 都已经被提出来 但农委会就说不会有事了 不用怕了 那如果一个被农友都已经基农 都已经事先预警的 那最后还是会发生 那就表示政府有失职 那你现在只在做补救 所以我只是去点出那个事实 可是就会遭受到无形的批评 所以有些人讲说 现在民进党政府 这是治国的方法 对最可怕就是说他不让别人 有讲你一点不是 不能一点批评 像以前我做记者开始 我从中国时报 从戒严一路走过来 在最小的空间里面 我们都要讲出正义之声 可是现在好看起来媒体 这个澎湃发展 百花齐放 但实际上大致上 他已经有一个局被控制住的 是很多声音是出过来的 大局为重 对对对 这句话要小心 这句话就是说 大局为重 可能你又在小减谁 五路谁 当事人没有这意义 但你就会发现 你会被扭曲到 很可怕的一个结果出来 就是他的治国 不是用这个实际的策略 或者是产业链控制 这种大家所想象的 专业的方式去处理 基本上就是用嘴巴讲的算 对对对 包括舆论的控制 包括网红 所以当看到这种 一战争的时候 也是类似手法的时候 就连战争都要这样 已经没有用了 对所以为什么 像我们这种重政 这么久的人 会问说自己 为什么要在重政 你知道我 大概过去两年 我自己也沉思很久 我再找回我当年 32年前 重政的热情 我32年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跟韩国瑜 丁守中 我们都是国民党 没有提名 可是我们自己出来参选 选上的 我选上台北市议员 丁守中选上立法委员 韩国瑜选上台北县议员 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人生 但后来我的人生 我觉得 有些热情没有 因为 你不能不否认 当你被这些网军 这样拴来拴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我重政一一干嘛 我自己顾好自己就好了嘛 我有我自己的 悠闲的生活 我不是没有生活品质的人 我干嘛要搅入这个 政治的混局里面 就叫做寒蝉效应 对 你会问自己 你为什么要来 我可以过得很好啊 我每天 我过去两年也过得很好啊 而且 我跟家庭生活 我弥补了很多 我过去没有的生命 但您这一次是决定要再投入台桃园的这个选举 是 是 因为2018虽然选过 但2018那场仗 基本上本来不是我的仗 是因为吴志阳他后来决定不选 那 在桃园的排名里面 我是最自身的 那个 现任立法委员 所以我一定要表示说 我的态度 那我说 如果初选 民调我赢 我就选 我一直都维持这样的一个态度 包括这一次 我也包括跟朱立伦 跟党中央其他都讲 我说不管你要不要办初选 但你要有所本 这个本就是让大家 相信 心腹口服 心腹口服就是说 你是不是用民调或什么 但绝对不能有少数人来做决定 然后 用这一个有所本的 让最强的人出来 那 大家现在不要去想那个救世主 我觉得现在没有救世主 当然 就是要靠谁团结 所以 有人问我 我就说 我就用一首古词来讲 我说 众里寻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 那人就在灯火蓝山处 不要再去往外找救世主 那有人觉得你愿意空降来 觉得你在桃园会赢 我也觉得欢迎 但大家比一个民调 然后不一定要办初选 但谁最强 你就全心支持他 我最强 我选 别人最强 我一定全力支持他 您过去也曾经是朱立伦先生 在桃园的文化局局长 那所以 对于他的行事风格 信任度一定是相对的 比别人更了解一些 所以 以这一局来讲 那很多人觉得 这个地方的 这个重要的名单提名 不可以 黑箱作业 不可以就几个人决定 那比方说 也曾经传出来 心目中有 有一个所谓的黑马人选 但是提出来 大家都觉得 怎么怎么会 会有这种疑虑 我都问过了 目前结论是什么 你有跟党中央 沟通的结果是不是 有有有 我有讲过说 你觉得谁好 你们都去游说他来 那最后就是 确定哪几个要选 我们就比 比如说 我连续三次民调 然后因为 你做私下民调 就不会有这个 别人来 好意的帮忙 对 比如说绿军打来打电话 支持最弱的人 是是是 你不要让他有刻意动员 那你连续做三次民调 现在是在做了吗 没有还没有 那先把人找出来以后 然后做三次民调 类似像这样 谁最强 你就支持 那我们不要预设是谁 因为你只要预设 那其他人就讲说 你连比赛都没有 那你就把比赛没收了 戳掉了 对这样戳掉 桃圆情勢变化 我在桃圆已经15年 我还开玩笑讲 前两天有一个那个 帮我维修厨师机的 那个朋友来 他31岁 他说 啊委员 你有做过台北市议员跟立委啊 我说有 那那我说我从政的时候 你还没出生 是是是 这变化很大 我在桃圆已经15年 但是我对于双北的了解 再加上对桃圆当地的了解 我真的觉得桃圆已经改变了 桃圆现在外来人口非常多 所以他已经不是像过去那种 平均35到37岁 对对对 全六都最年轻的城市 然后他也不再是说少数人可以说了算 他没有那么强烈的政党意识 基本盘都有 但是最后决定的是中间这块的选民 而且是年轻的选民 他不会在乎你的年龄 他在乎你这个人 你的坚持 你的理念 你的热情是什么 所以不能再用传统那个态度 来决定桃圆的未来 他已经改变了 因为昨天有一些媒体传出来 陈建仁前副总统 他回复 参加了 比较回复 他是参加民进党党籍 这个事情被好多解读 比方说昨天龙杰先来 他就认为 他应该不是要选县市长的 他应该是为了要卡赖清德2024的 那可是昨天有一些媒体 尤其是绿媒 他认为蔡英文的盘算 这三个人 就包括陈时中 包括了陈建仁 包括了林家龙 已经分别要在台北新北 还有包括了桃圆 那陈建仁被说是往桃圆去安排的几率很高 有一些绿媒这样分析 他们认为如果陈建仁到了像桃圆这样的地方的时候 或者是像这几个关键的地方的时候 蓝军会没有招架能力 你们怎么看呢 我觉得一般人对桃圆了解不够多 我如果不是在桃圆服务15年 我做过文化局长 我在桃圆的参选 我已经选过四次立委 你看多可怕 他选过桃圆市长 桃圆不能只有形象 他一定要有一种情感的认同 就像我2010年 我临时补吴志阳的这个立委缺 然后被征召选那个立委 然后就是没有经过民调 直接推我出来 蓝军就分裂 然后最后结果我输了2500票 然后我继续留在桃圆深耕两年 桃圆人会觉得说 学生没有打完就跑 他还真正留下来 结果两年之后 我赢同样的对手 我赢他25000票 所以你第一次要在桃圆空降成功 我坦白讲 不容易 你虽然有致命度有形象 但他觉得你少了跟我情感的连结 尤其桃圆南桃是客家庄居多 我是客家女婿 客家人到现在为止 对于那种中亲认同很强 比如说你是姓王 姓陈姓刘 都是大姓 那个中亲认同是你要让我看到 婚伤喜庆你要让我看到 那是一种感情的认同 所以在桃圆选举跟双北不一样 你不能说一个形象好的人下来 资历完整就可以 不行 还少一个情感的认同 所以我为什么我在桃圆 那个情感认同 我必须要花时间 我才能讲说 我被接受 到今天我已经15年了 桃圆选举还是讲说 你看空降我来 15年了 还是空降 你就知道要被一个地方接受 即使我实际复苏 他还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像罗志强 大家很多人呼声说 他也适合到那边去选 你会认为 当然鲁明哲也是这样说 他认为其实过去在桃圆 的确比较没有潜力 是由非在地的人 所选出来的 那这一次呢 这一局 就算他全民在年轻化 可以观察这个方向 我是欢迎所有 大家认为 对桃圆有热情的都来 包括鲁蛋 他自己本身也不是桃圆人 他自己本身是台北人 他住在建坛这边 他是因为后来服兵役 然后留在中立 然后取了酱油习师 对 所以鲁蛋要经过多少年 才变成在地人 才会被认同 所以鲁蛋讲的话 就是我讲的 我经过15年 都还有人质疑我 还不够在地 所以一个空降要来 我都欢迎 但是我只能讲说 我跟鲁蛋的经历 就让他知道说 要被认同 他需要情感 需要时间 你要证明给大家看说 我真的生根这块土地 认同这块土地 大家就认同你了 那您 刚回到最原始的原点 你说你其实也在思考啊 你日子也可以好好过啊 我也可以安享我的日子啊 为什么会突然就又决定要投入这场选战 我觉得我民国78年选的时候 是因为社会的乱 然后现在我会觉得这个社会 多了一个霸 就是你少了一个少数党的声音 我觉得应该恢复到一个民主的社会 让大家感觉到每一个 你不管先来后到 不管你是多数少数 你都可以被充分尊重 这是一个民主制度 我们从戒严时期跑新闻 走到解研 然后参选 然后从执政党变在野党 可是现在会发现 即使看起来 所有的媒体 包括网络都蓬勃发展 但实际上 我们的声音是太单元了 没错 我希望能够回复到一个 我理想当中 我当年念台大政治系的一种民主制度 不管是尊重 服从多数 但一定要尊重少数 让所有不同文化 不同背景的人 都能够充分被理解 那这样这个台湾 才是真正的台湾的共识 才有真正的台湾价值 这是我这两年 我深刻的感受 从一个跑新闻 学政治的人 我想恢复到一个 一个彼此相互尊重 共同创造未来的地方 那尤其桃园本身是一个 年轻的城市 那么它很有 变成台湾一个 梦想实验基地的地方 让所有想追逐梦想的人 不管年纪轻或年纪长 你只要享有梦想 桃园都给我 给你一个最好的空间 这个也是台湾的价值 就是台湾以那么小 要在世界博大 台湾能不能找到 自己的一个定位 我觉得桃园 可以给大家一个 很好的一个启发点 因为桃园 也让郑文燦执政了两届 那执政两届下来 大家都认为 他蓝绿给的资源 都还蛮多的 那以为他是在执政上 是得到桃园肯定的 就在公投议题上 选民做了自己的决定 而且公投的议题 是用议题认真的 这个去了解的这个情况 那投票率也是算不错的 所以 他因为做了很多点线 小的李明洪东西 什么让大家认同 这点我都不否认 但是整个桃园的形貌 外界对桃园怎么看 我觉得整体的桃园的价值 从点线到面到立体3D 我觉得我可以做后面 他已经做了点线的工作 但让他变成面跟3D 让桃园的形貌很清楚 不再是附属于双北 或附属于台湾的一个工业城 桃园的自己本身的价值是什么 我觉得这点是我想去找到的 嗯 觉得现在你跟其他参选人 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我自己本身来自于文化界 文化才是一个土地 最棒的一个价值 有好的文化 好的教育 这个城市 这个国家才有好的未来 那我要做的是长远深耕 而不是短线 这是我走过32年政治之后 我个人觉得最好的付出 就是从文化跟救命开始 不好意思时间到了 谢谢平安健康 拜拜